二战空中是各种王牌战机的修场 英国的喷火 美国的地狱猫 德国的BF109 日本的零式 当然还有其他很多 不过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 那就是在太平洋上空飞行的飞机 和在欧洲上空飞行的飞机 是明显不同的 最大的区别体现在它们的鼻子上 太平洋战机有着短而平的鼻子 但欧洲战机呢 鼻子通常又尖又长 为什么 最直接的答案在于 它们所用的发动机是不一样的 短平鼻子的战斗机 比如F6F地狱猫零式 所用的发动机呢 是气缸围绕着中心曲轴 像自行车浮条一样 镜像排列的新型发动机 由于可以把气缸 尽可能的放在一个平面上 最多就两个吧 就能利用吹过来的风呢 直接把热量给带走了 升去了额外的降温手段 简单方便 但是镜像排列的气缸 本身就增加了发动机正面的直径 再加上这个正面呢 还得是需要直接迎着风使劲吹的 你能把它给照上吗 不能嘛 所以便呈现出一种 又短又平的外观了 而长肩鼻子的战斗机 比如喷火野马和BF109 它们用的是将气缸分为两列 从前到后斜着 插在中心曲轴两边的V型发动机 所以正面不大 更多的体积体现在侧面 当然就显得长了 而且它用的也不是风能 因为很难用的上嘛 而是随了 主动的随了 使用冷却液在发动机和散热器之间 不断的循环来带走热量 所以把发动机照在一个更加平滑的空间里面 不用担心这里缺风 还能因此而提高气动性能 是更为有利的选择了 于是鼻子就尖了 不过我们是不是还得往身里面再多问几句呢 为什么太平洋战区的飞机更喜欢用风能 而不是水冷 反过来也一样 为什么欧洲战区的飞机更喜欢用水冷 而不是风冷呢 是性能上面的差别吗 这两种发动机在设计上都是非常出色的 也都能提供出强大的动力 所以选哪个其实区别都不大 它们应该不是主要的原因了 那主要原因是啥呢 总结下来大概有这么几方面 首先一个是战斗的可靠性 新型战斗机 以及超级能扛造而文明 即使在战斗中有个别气缸遭到了破坏 也能够继续保持运行 只不过损失了一些功率而已 而且它散热靠风灭火也能靠风 所以就不太容易让发动机整体过热之后当机 但对于夜冷的V型发动机而言 气缸的损坏可能导致冷却液的流失 发动机在无法有效降温之后 便直接停掉了 这个在欧洲上空非常糟糕 但是换在太平洋上空哪里只是糟糕啊 原因很简单 这里到处都是水 一片无垠的水啊 太平洋空站的特点是需要长时间的在海面上飞行 无论是战斗还是巡逻 无论往返的是基地还是航母 所以那该死的发动机绝对是不能停的 但换一个场景 情况就变得有点不一样了 如果喷火在英格兰上空失去了动力 它就不会那么焦虑啊 滑翔和跳伞都是可选项 而且大概率呢 还能够在安全落地后赶回家喝口压精茶 太平洋呢你能把飞机滑翔到哪去 又能跳伞飘到哪去呢 哪儿哪儿都是空旷的海面啊 没有茶只有水不是喝而是灌了 其次简单 新型发动机在设计上往往比V型发动机要简单的多 而就是这个简单呢 在这儿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了 相比起欧洲战场优质充足的后勤保障与维修设施 太平洋的岛屿上和航母上条件 那叫惨不忍睹啊 酷热的气候 缺乏的补给 简陋的设施 还有热带的蚊虫 得了 你不要给我搞什么复杂的发动机啊 越简单越可靠 越快能够修得好 就可以了 看起来除了新型发动机 还有得选吗 不过话说回来 既然新型在这儿有优势 那在欧洲上空不该也有优势吗 为什么就用的不多了呢 一个是我们刚才说的 由于设施完善 它们对于抑郁维护的渴望程度 就没有那么高 二是 V型发动机的供应量 它很充足啊 不用不也是浪费吗 喷火和野马用的 都是罗罗的梅林发动机 原本它就是作为一款 赛车引擎设计的 早就已经生产出了很多 只需要稍微改动 就能装上飞机了 不比你重新设计生产 新型发动机来的多快好省吗 而且它们的确也更加容易 塞进更小巧的机身当中 使战斗机也变得更加小巧 更加流线 这个肯定会带来一定的空中优势的 最后还跟平台有关 太平洋上的战斗机 很多都是舰载机 你说是扁而短的飞机好放 还是长而尖的飞机好放呢 答案很明显吧 而且海军大概也并不喜欢 损坏的V型发动机 将冷却液流出来 把甲板搞得又湿又滑了吧 好了 以上就是我能够想到的几个原因 当然新型和V型发动机各自还有很多不同的特点 欢迎大家留言来帮我补充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 我们下期见